这一场小比赛决胜局 但是对于每支队伍来说 拿赛季出的一个分都非常重要 对KT来说很关键 KT从来没有 上赛季到现在 他好像没有说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前半段比赛那么低迷 因为他好像他是 就是一直会很强势 但可能会输 但没有输的那么的惨 对 但在上场比赛的话 也是找回场子来了 可以看到出来 这两这两盘打下来之后 双方战队前期 不管谁取的优势 都能慢慢地把雪球滚起来 对 个人实力还是 所以说这个 这一盘的话 前期的一个 谁能够优势的话 就很关键 而且最关键的是 蓝色方是谁 蓝色方很有优势 我们先看一下 上一场的一个输出面板情况 的确 哇 两万二的发条 打出了两万二的输出伤害 是 也是一扫 之前的一个阴霸 他这盘的话 伤害也是非常的爆炸 没错 这盘黄子的伤害也非常高 黄子的被动确实伤害 很可怕 所以每人一下 然后全是百分比雕血 看下MVP给谁吧 我觉得给Mata没有什么问题 Mata没意义吧 对 没问题 如果按照鼓励奖的话 给PAL也可以 给数据的话 就是如果敢按KDA来的话 感觉会给到PAL 对 但是实际带动节奏的 的确是Mata Mata 果然 0-2-14的一个战机 前期的几波操作 真的是让EFRATA 完全没有抵抗力 诠释了垂时 在前期的一个恐怖能力 这就是垂时 看一级这里 这真的是下路滚雪球的一个启发点 是的 这边先避充了 KARMA的一个显现之后 第二波 TUSEN被迫挡这个钩子 这一雪出来之后 这个位置真的很雕钻 滚雪球的一个垫脚 这一波真的很细节 我不滚你人 我直接给你 滚你冰 位移带之路过来 然后把蜘蛛带过来 没错 这是垂时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勾不到人 或者说太远了 你可以勾兵线上的小兵 这个芒村有点像 芒村直接有兵线的小兵 然后越过来 虽然这一波TUSEN是扭到了这一勾 但是后续的话 身位太靠近了 一伤害直接灌了 就再往后 这波 KARMA这边是有双招的 它是 它是尖叫闪 然后后面有人包夹上来 招的治疗 这一波它很倔强 它有闪现 但是就是要和你 我就要躲一躲 最想和你抵抵手 是的 其实每个DC都有这种倔强 上把DAV的也是 但不得不说 垂时就是打心理战的一个好手 就是你越想躲 我越容易够重 是的 这一波Marine的话 也是着急想反打 闪现进去 SPRIT也很着急 这个时候 有点上头了 确实 那一波队内 就团战输太多 想强行扳回一点点 哇 这一波就 Mata这个 太冷静了 就是感觉要死了 但它依然是 发挥出自己的一个勾 这又勾到了 很关键的男枪 让男枪完全没有拿龙的 这个机会和办法了 没错 那第三场就有得看了 东方肯定是要 打出参加本来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在 17年的春季赛当中 Africa和KT的对决 都是KT2比1 就是两个队伍打 都是三场打满的 对 这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这两支队伍 也算是老交手了 在这一场对决之中 到底Africa能不能像 一尺之前春季赛的一个仇恨了 你这样来说的话 她截付记评 还没截过KT 截一截 试一下 确实没截过 这一场关键 Africa在蓝色方 来看一下吧 蓝色方 Iriga的一个BP 上一场 KT在蓝色方 已经长到天头了 是的 紫色方主要是多搬了一个扎克 所以她会在BP上是放出一些英雄 女警直接扳掉 KT女警其实完全不敢 应该是不能放的 KT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班爱奇啊 因为其实或者是班蜘蛛 班蜘蛛 对 班蜘蛛 然后让自己的 双方的打也是回到一个同一体系 蜘蛛还有锤石吧 这两个点的话 双方应该要争夺一下 是 Tuscent之前也有用过锤石 他其实极有可能 Tuscent啥都会 反正也是 主要下路你得打主动一点 对 反正这版本 大家一定要主动一点 就是如果 Africa之间不选锤石 也要想 想一些BP的手段 来克制一下Mata的锤石 对 除非你说拿个双盾体系 但是女警没扳掉 其实双盾的话也没有 就宝牌体系没有那么好用 这边八条半掉 八条 也是侧面扳掉你八条和皇子的一个进场 是 KT最后一手 我看一下他要围绕哪个点了 蜘蛛是在外面 韩冰 还是继续扳上单呢 哦 锤石 他们自己把锤石扳了 他们应该有想过 我觉得是他们应该自己有设计过 就是在于蓝色方的一个Africa 会不会说像我们一样 在上一把比较主动 这边又要抢蜘蛛了 看史靠这边 要不要拿出阿拉夫来了 那也就是说 KT在其实这一轮 应该第一轮的选人上 应该不会选辅助 还是怎么说 因为他扳掉这个锤石 会不会说有点亏 扳掉锤石 描述 加辽放出来了 加辽加杰拉 这两手 KT这边 开团栏猛 BP起了个好头 可能是这么想的 蓝色方本来 AB路就会因为地形比较好打 那如果再让对面拿一手 锤石这样找机会的能力 会不会就 或者他去准备拿这个捷拉 然后就那想着想 那上一把我打 捷拉也算是目前最近几个版本 消耗能力最强的了 对 因为其他其实是略有削弱 或者说他的功能没有捷拉那么 锁了一手卡尔玛的一个摇摆位 关键是 之前的辅助一姐露露 7.10是被削了的 其实我觉得削的不够多 但是很敏感 LCK对这些削弱真的很敏感 对 小削弱也很敏感 就护盾加生命值 加起来30点 40点 加起来40点而已 都 就不出来了 对 但真的不出来了 那这边 卡马还算是个摇摆位 快马这边还是选了一个寒冰 爱惜 接下来下半段的话 双方的上单和中单 还是个摇摆位 KT这边的一个打野 还没有做出一个选择 是的 不过这一手加里奥 其实让FG很头疼 因为他们已经吃到 加里奥的甜头了 他怎么打加里奥 是个问题 因为加里奥在这个版本 太肉了 关键是加里奥这个英雄 就万金油你知道吗 就对线没有什么太大的天敌 然后哪条线都能干 对 这场中线都能干 就以前感觉说 拿AD打他还挺好打 但你发现 加里奥出了三多篮 你管你ADAP 我推个线我就走 推线我就走 一个Q我就走嘛 上单的话完全无几 中单的话其实也蛮好打 中单应该是更好打的 那Africa是自己一一抢 抢了蜘蛛之后 在护制卫班位 直接针对了两手打野位置 KURU的英雄区已经被搬完了 这是B-SCO 拿奥拉夫 但是SCO他不会奥拉夫吗 九筒吗 九筒打野有可能 在那边九筒要打野了 那说不定还是摇摆位吗 说明九筒上单中单加里奥 而且之前我们也见过 奥拉夫加加里奥的一个进场 会很恐怖的 是 但是这一盘还是选了一个九筒 九筒的话 找机会能力非常的强 也是上盘我们所提到的一个打野 这样的时候卡萨丁 卡萨丁打加里奥 只能说他自己自绑能力比较强吧 这个九筒也是个摇摆位 九筒打上打野 两个摇摆位现在还没有亮出来 到底是什么 对 这让Africa想一想怎么办 那我不如拿自己的东西吧 九筒可上可以 然后加里奥可中可上 Africa最好的这场 我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偏分推吧 因为中路站不出来 那上路 看上路给Marine拿什么 现在的话 应该分推了 KT会不会选杰斯 我在想 现在杰斯在外面的 你拿了剑7对方拿杰斯 你拿了凯南 对方也拿杰斯 这个其实是一个 你只能去必须要选 一个你自信的认为能好打的英雄 看一下他会不会选杰斯 之前在对阵Eva当中 Africa就毛银是拿着 凯南和杰斯在外面是吧 对 那我觉得我挺有手杰斯好吧 看一下要不要选杰斯 但凯南先亮了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就凯南了 因为你打分带的话 其实没有凯南那么猛 他可能想的就是分带的一个牵制上 能不能做到 那就是上单凯南 打野九筒 中单加里奥 这个BP藏真的你知道 KT这个从第一盘BP落后了很多之后 后面这两盘的BP真是选的越来越好了 就突然你感觉这才就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这个BP有点效力藏刀的味道 就是 看一下吧 看一下上单的发挥 这一场上单很重要 前面也有说过就是 马瑞最近也有用过剑击 打出来的分带效果也非常的好 也知道剑击这个英雄装备起来了 他去单带 对于没有凯南杰斯的情况下 就是很难有英雄去处理他 印象中大驼的剑击完蛋还是非常 是非常好的 你叫大驼 大驼 没有 你这个人 比较关注马瑞来说 所以外号也是突然脱口而出 没关系 这应该是一个粉丝比较热爱的一个 很猛是吧 对 应该不是一个那个 我印象中不是 但是这一把 骷髅寄出的这一手卡萨丁也是 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这个完全是为了搭配上单来打的 就是 标准的131 这个131要打出来的话 因为他持卡萨丁打出来 就意味着 他们的一个 互相发育吧 对 他们的一个发育就会很长 对 中间的话加辽和卡萨丁 感觉互相都压不了谁 对 那下路这边的话 我感觉 也是一个战场热点了 但是这把别忘了 阿菲卡是拿到了蜘蛛的一个打野的 这样的话 在前期的节奏能力上 刚刚有说 谁拿蜘蛛谁就有前期的带动节奏 那看到这边的一个对位形状 马上要带来今天的决胜局的比赛 一起来看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2017LCK下季赛的比赛马上带来的是阿菲卡和KT的决胜局 这把这个胖的加里奥就直接带多蓝盾了 而不是多蓝戒戒了 打卡萨丁没压力 就不如我轻轻线推推线 然后六级的时候 我三多蓝 然后你卡萨丁连轻线都轻不过 我直接就是游走 就这个确实想法很不错 对 加里奥打卡萨丁的话 前期赢一手支援嘛 轻了签之后可以支援边路 没错 下路是小套路没成功 突然发现 这盘上单的一个出装很有意思啊 衰取 马云这盘出了衰取 然后smap这边选出了一个多蓝剑 是有小套路吗 你看马云的战位 马云不出多蓝盾的 好自信啊 马云打中 会不会是 我觉得这个战位 也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战位 这个战位还不动的话是有可能的 马云打中 卡萨丁已经在上路了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转变 这个真的有可能 这个 对啊 我刚才在想 就卡萨丁为什么去上路 是要帮蜘蛛打野 卡萨丁好像是出了多蓝盾吧 多蓝盾对 哎呦 这个好玩了 后肥 我觉得这个转变 其实是 今天很大收获 但说真的 卡萨丁打凯南的话 也挺难考虑的 见机打 加里奥倒是好打 但我觉得 应该没有 就这个转变会取得很大的成效吗 这个其实是很好奇 真的是这样 OK 漂亮 这个就有意思了 哇 这一个转变 一下子 其实也是让KT一惊吧 这个挺好的 大家都没有想到 一蹦 真的一蹦 这边主要这个转线之后 对方就是 KT这边中上的一个富翁 可能没有 而且胖 就比如胖这边没有护甲 对 对 这个是有收益的 Smipe是38点护甲 35点护甲 这边是34 34点一个护甲 对 他没有带护甲 好像 对 那中路 剑技就带满了摩克 对 打你家里奥 这个套路是从选择 但是Smipe Skot的时候 一个选戒回血 再叫闪现 但Buff还是让Skot想到了 好像Skot刚刚成早了 对 他应该是感觉必须要逞了 就要回血了 就血线是真的太少了 对 快死了 这一波 红开直接转栏 抓到九筒这一波 是直接让九筒前期 有点崩盘了 感觉 蜘蛛和寒冰 是像幸运女神一样 哪边选到哪边 前期就会有一些优势 对 我好想把下面 那个积分板给换一换 对对 强迫将 但确实是上单选手 拿了剑技嘛 对啊 只不过他打 这一把打的中单而已 谁说我不能打中单呢 好 这个打完 我看一下加里奥 加里奥32点护甲 那确实也没有带很多 其实这个问题 我很早之前 我就是假想过 当时也是刚退役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上路选手 选了上单 然后转到 一开始追在中的话 会不会违规 不会 想了一下应该不会 这不算违规吧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 对很早之前我想过 但应该不会 因为更早的时候 召钢斯过来 这边加里奥蓝量也不多了 更早的时候 还打爱兵呢 更早的时候 双路还在中路呢 是的 所以我觉得游戏玩法的改变 不会说违规 是的 因为游戏是玩家 那接下来的话 有可能 接下来比赛 更多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加里奥的存在 对 因为加里奥是 一个近战中路的一个存在 是的 如果你选加里奥选招 我知道你是一个中单位 那我选一个 能好打你的上单位去打你 是的 中路这边的话 加里奥被小压了一下 但是上单卡萨丁 是真的不好过 卡萨丁比剑机还难打凯南 所以他 这个捕刀是很难受的 所以我才说就是要看一下成交 其实你在 这边是 这边要当一个抗压王了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让 马润吃更多的一个经济优势 我觉得靠马润去打 因为感觉之前 马润打这个剑机也是这样的 吃很多资源 并且他想限制一下 加里奥前期推线 职员边路的一个经济 对 但问题就来了 就是你的打野的优势 能不能扩担到上路 就是如果你上路 一直没有说能够很好的 照顾好卡萨丁的话 那其实卡萨丁是一个伏笔啊 就是你单带带不过坎南 就你装备不够好的话 你被坎南追着 就你可能遇到坎南 你就要交个大招 交跑了 好下路是 KT把兵线推进去了 这样一个下路 他优势还不错 是的 这一波是让我们 会有给Spirit的一个机会 Spirit的走位 好像是往下走 直接出了五速鞋的 一定是必然在前期要过去 对 而且他的方向已经是往下走 并且他标记了下路 喜欢先刷个F6再说 可能会刷下去 刷完再下去 来 库长这边五分钟 第一个TP就要来补线 出什么呢 出了一个腐败药水 好心疼啊 这个腐败药水 补导已经被压了十八九个了 这个兵线没了呀 也就等于他就真的三毛线没了 就这么玩 开男回家直接做了一个吸血匕首 加一个攻击吧 对 他应该是先出一个破败 对 直接TP过来 就是来压制你卡萨丁的 谢谢压你 就是卡萨丁六级之前 趁六级多压一下 六级之后 配合蜘蛛的一个干客 可能虽然不都有所记得 但六级之前卡萨丁真的没什么配合能力 剑击发育起来之后 能否压制住凯南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这种 艾瑟卡的中上 其实都是要面对凯南的 某一路线 肯定是要遇到凯南的 而且要能够凝现的凯南 有可能就卡萨丁打凯南时候 等凯南出点魔抗 然后建计了过来 但是往上跑了 但是没有过去 干客一下 但是想想也比较怕吧 回到中路 上路完全是黑的 就艾瑟卡虽然是让卡萨丁去上 但是并没有特别照顾卡萨丁 上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 九筒这时候虽然没有去 但卡萨丁肯定有意识到 就是说 打野会不会来干客 所以应该是要呼唤一下 就是这里一个干客了 来了来了 看到他的走位 见机也去了 那这样不是告诉 虽然有点危险 蜘蛛这边在墙角后面 对 smip这个是想什么 他是想吸引一个对方 一个进场之后 利用加里奥的一个支援 来赶到 但是一个潮房并没有苦中 九筒说在后方 九筒是没有大招的 有一个闪现 看下九筒先留住对方的一个 剑地均用W挡住 伤害卡萨丁跳上来 但是没蓝了 这一波没蓝只能就要闪了 Mata都来了 Mata都来了 Mata有闪的 一个一技能捆住 一个技能捆住之后 感觉又留不在住 九筒还被减速到了 这一波植物的一技能 触发的伤害是有减速 直接让九筒也跟不上了 这一波smip也算是一个 成功的化险为宜了 对 他先大招反晕 然后配合加里奥的一个进场 再闪下拉开距离 从死神中拉了回来 或者说他真的 他应该有跟胖交流到 就是说我来合到处 你大招给我 他们来打一波 他也不一定知道 对方的打野战的 对 他可能也不确实 来中路一波一闪过来 漂亮 拿走一球 是的 到拿走一球 是也能弥补一下前提的 一个损失了 最精神的是Mata千里迢迢 就很早就往中路再赶了 但他赶过来 其实是让戴夫的有点难受 戴夫的下落已经交出了闪现了 这波闪现有点致命 对方是艾希 而且艾希手里还有水晶剑 对 艾希没有放大的时候 闪现已经被逼出来了 这波游走其实代价蛮高的 而且没有收获 可能还好中路说有反杀一个 就能够队友挽回点损失 如果九筒拿一血的话 其实还好 九筒这种英雄 多拿点人头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威胁力 我觉得 对 他除非出很多的AP 除非他等级比较高的时候 就是那一波领先对方等级的同时 有一个傅文徽响的呆装 就那个时候是他比较强爆发的时候 就我打路人的时候经常见到 就九筒会出什么傅文徽响的呆刀 再出个什么乌妖之祸这种 一套爆发打出来真的伤害很高 但是打比赛应该都会出于阶队 对 因为节奏的关系 所以在前期你打不出来 后面就越来越废了 是AP之类的出出钢 这一波是不保了 九筒是正好回程 而且buff是确实是让 斯比特卡住了一个时间 这边 Krama又卡住了这波兵线 斯比特的双人都在后面看着 对 艾菲卡下路先把线放出来之后 可能想尝试找找机会 反正先把线放出来再说 Deft这段时间是没有闪现的 而且这波线对Deft来说是 他基本上不敢吃 他没有闪现 这种情况的话 马上这边死了之后 感觉对加利奥的压制 也起不到下落 但不得不说 KT是有非常好的交流 他在下路比较不敢打的时候 呼唤了加利奥以及九筒 所以这时候 艾菲卡发现了对方 有来直接闪现走 Krama的闪现了已经 非常漂亮 但是这波胖是有可能的 人把交线说 哎不敢伤啊 这大的话只能消耗一下 哇对啊 这一波没人能进入过来 对这波是有脾气的 但剑基之后 在上路又展开局面 这一波TP过来 Smip这时候还在补兵 还没有发现 Smip没有闪现的 这波 斯曼不要反打吗 反打之后 Koro感觉很肉啊 不是剑基这一波绕了太久了 让Koro其实掉了很多的血 不过还好 这一波加利奥下来之后 也只是补补钱 是 最终是卡萨丁打下的 嗯 因为W一个反击 运路的加油 马蕴你这个游走剑基 很舒服 对 这一波死了不办 没有想到马蕴会 打一个中路也会击逼下来 而且这是一个绕后眼的TP 是 感觉接下来的话 剑基可以去找一下凯南了 因为他出了水银鞋 是真的可以 对 然后卡萨丁打加利奥的话 应该也很舒服 加利奥这边出了一个忍者族剧嘛 对吧 现在去换换线 应该是有些收益的 就这个水银鞋不是说是挡商 而是说在追凯南的时候 凯南的眩晕 其实不会有其他太大的效果 对 就不会说限制你的一个发挥 就看 其实能追到 击杀和被 还有被击杀的一个 这个几率都会提高嘛 这会属于谁 是的 但是这一把 Seprit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太好的机会去游走啊 一直是 其实是 马蕴在找机会 对 这样的话 打一有两个打一 就很奇怪了 那河道视野控制之后 KD突然率先把这个水龙给拿掉 是 Seprit这边又卡了 但是也赶过来 故技重施 这一波闪现还是没有好 Seprit好像闪现差一点点吧 差一点差一点 想走一下 左边扭一下 没准 还是被接见到了 伤害灌死之后 蜘蛛拿下人头 这个赢 这个闪现的时间点是卡的真的完美 我觉得这绝对是 死了之后闪现才好的 对 这绝对是Seprit的事物 因为他前面被杀了一次刀之后 没有作业 这一次回来依然没有作业 都是从三角草那个会制造过去后 所以他已经没有作业 确实太大意了 同一个三角草 同样一种味道 吃了同一次亏 那下路 KD必须要找到节奏了 不然上路就这样死了两次 但是KD一直在对下路有一种想法 这波要五人包加下路了 加疗大下来之后 还没人被控到 要被控死吗 昂塔勒是一个Mata Mata治疗虽然拿了一个 但是依然死掉 这时候的一个Seprit进场 但是剑机这时候赶了进来 哇 这个输出非常爆表 而且利用回血阵的一个输出 回血是原地不死 但和Deft这时候的一个输出环境特别的好 完全没有人限制他 卡萨迪进场跟没进一样 哇 这波Seprit也没来 这波追出赶 来吧 这个1 闪 马人进来一丝血 加疗这边收下人头 扩这边的话是一丝血 能打到吗 Deft的临死之前 Deft在扛塔 这波扛塔的话没有人帮他扛 所以他扛了三下的塔 然后刚出塔 对Seprit的选择方向也很正确 直接去秒这个扛塔的Deft 没有去打加疗 最终应该是艾比卡 赚一个人头吧 这波感觉是 双方都怎么讲就不让 你看看这波 首先是九董配合加利奥 想走都走不掉 杰拉还有个大招 这边先手打得很漂亮 但是打了海边之后 不要再谈战 再练战了 再谈战战太久了 卡丁这一波其实是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其实进场之后完全被控到死 再过来只是放了一个一级能流人 但伤害确实还差了很多 是的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马瑞颖已经战很久了 你看后面那一波想去强切马瑞颖 你家里要入场之后也是保了很久都没有杀掉 你看闪现走 5月的这个闪现节俭酒桶 然后转出打Dev的 对 这一波SWRT一挽抗来了 首先SWRT它是抓到了扛塔的酒桶 然后又抓到了一个维鲁斯 这一波好像是艾比卡近转一个人头 Mata这边也死了 对 这波月塔却是吃了个闷亏 而且连续对打的话卡瑟丁很转啊 卡瑟丁是一直是被压着 但上路拿到人头 然后下路又拿了助攻 就很转 而且SWRT也是下去之后什么都没有拿到 对 一个助攻都没有拿到 还死了一次 在列室的一个挽回上 艾比卡是比较 现在线也转了回来 转回来就舒服 你看加里奥这时候做的是什么 全护甲 在面对一个AP的 带着明火之处天赋的一个卡瑟丁 对 和我们一开始假想的差不多 对 就是转线 装备出完之后再转回来 然后再转回来 很快啊这个 想关限制一下马瑞丁的发挥 因为马瑞刚才追的Smip打 是其实是非常凶 并且伤害的很高 带着一个热忱的一个剑截 下路这边的话 其实 快要马这边出了一个 泄鬼全场之后 就直接出了一个水晶尸弹 对 也是特别的球稳 他也是当时 他出水晶尸弹的原因 是因为他当时的闪现 刚CD嘛 有了水晶尸弹 实在之后可以保一下命 这KT下路其实打得很凶 你发现 他们在推线上 几乎是无脑推线 也是因为加里奥的存在 是让他们有这样的优势 就想推线之后 控制一下核道的一个视野吧 是 想推线压人是不太可能的 看一下这一波蓝buff 卡莎丁这个时候是知道KT的 他想抢 一个一 抢到了 哇 Coro这个灵性抢蓝 完美 Coro这个怎么就 一 他绝对打过眼 Coro 他绝对打过眼 Coro上去的位置 没有视野看见的 他们只看到了蜘蛛 只靠那个视野 我在想 他是不是猜的呀 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 不知道Coro的视角 有没有看到这个蓝buff 因为那个眼被排掉了 对 感觉是没看到的 没看到的 他就完全是猜 不然他 所以我才说 他应该打过眼 不然他测算的这么扯 运气和实力并成 没错 这蓝buff对他来说 收益很高 因为他前期被压 现在急需发育 那 有蓝buff的话 他的发育就比较轻松了 其实这一波可以 完全不用走 现在阶段 smip这边的一个 发育有点差的情况下 KT的一个情况 不是很理想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 就是加里奥和九筒的 一个支援和先手 能不能打开局面了 包括Dev的这边 也在 随时随地 找机会 是 挪了一个 冰霜 护甲的一个加里奥 这个时候 其实面对对方 蜘蛛加卡瑟尼的爆发 他不是那么能容易扛的局 而上路的话 这时候剑机也是 利用前期他的一个优走 比较 有装备的优势 在对线smap的时候 也很轻松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种轻松 倒是没有受太大影响 就在于 他 没有开战 就大家都和平补刀 就算你可能比较轻松 但你拿不到人头也能获得不了兵线的优势 打一套 按照 坎南这个发育情况来说 看一下 坚基 开大招 能追得上吗 跑得很快的smap 利用一个破败器 但是这个时候 还是被打出了一个被动 加里奥过来 晕正好 晕倒的 还是留得有点远了 这两个上单 其实跑得都慢快了 这一波 smap没有想到去反打 这边是 大招没有放 赶紧留 这波沟通上是慢了一点 如果早一点的话 就直接开大 蜘蛛这位置应该是在蹲 加里奥 加里奥好像蹲到了 打了一套 但九等也来了 是的 耗了一下血量 这个当着蜘蛛的面 似乎忌惮 这也是卡瑟丁的一个弱点 感觉库尔这个闪现没必要 我真是觉得 因为其实对方两个人伤害不够 好几波大毁了一个 Skirit 嗯 这两个闪现很关键 主要是库尔他有个水晶血 他确实 刚才那波没必要闪 太球稳了 现在中野闪现都没有 Africa在这个时候 现在KT的双弯路 突然没有到中路来 一箭很关键 戴夫的反应非常的快速 躲掉这一箭 现在反手了一个大招 捆住这边的库尔 库尔要被渺茫 交出了一个大招 虽然没抓上虚弱 但还是没有死 这个时候的一个 卡尔玛在侧面 也是交出闪现走了掉 周波打完之后 Africa这边反而遇到奎 是的 Cramar一个人在下路 推得非常的high 银血塔很关键 银血塔是谁的呢 还没有推掉 马尔这边绕后GP了 这一波KT有危险啊 在塔下连在太后 马尔这边绕后GP了 先抓一谁 戴夫的这边的话 没有双招 想离死前换 使用手带没有换掉 这一波马尔踢下来之后 好像没啥 都没有 没喝到汤 对没喝到汤 吃了点游水经验 对 这一波也是逼一下对方吧 就让对方 对待会儿的 不想找 凯南在下路也要来了 凯南让后 KT并不想断节奏 是受了一个有大招的感觉 但是发现了对方的辅助 以及TP下来的CORROR之后 直接放起 GN过来了 哇 这个 双方的GN都非常的倒背啊 但是KT的节奏 一波一波的被 Africa化解掉了 Africa在中路也没闪见的时候 依然选择了反打 中路那一波是 我觉得太关键了 那现在KT 我觉得她是有种 就是有拳头 打不到东西了 只能打在棉花上 中路都没推完 然后下路 这波攻击也失去了 而且Africa打的 其实有点深冬激热 在中路搞事搞了半天 那下路 KROMA一个人 疯狂偷现 偷了很久 下路推完 上路也在推 是的 上路一切打 看能不能争一下 观下 漂亮 医学塔是 坏了一秒钟的剑机打到的 这个马瑞一个人单吃的 是的 650块钱啊 他们这个转线 是没有断过的 下路推 中路打 然后打完之后下路再防一下 上路再推 就是这段时间里 三路在搞事 对 双方的一个运营都是 在一个 一个选上的 都没有落下 是的 你可以看到 KT又开始了一个转线 KT的转线 是让阿菲卡 应该是抗不住的 必须要换一个塔 对KT来说 还是比较轻松的 是的 可以看到 这一波节奏结束之后 阿菲卡其实在 这个运营上面 取得了一些 小的经济优势 最关键的是 马瑞这个点 是真的肥起来了 是的 马瑞以及Koro 这两个人 他们在这几波下来 一个是塔钱 一个是人头钱 都吃了 就一边是 马瑞的一个支援 另一边是 Svib的一个支援 就双方的支援 都很到位 但Svib这边也是 就是TP几次之后 没什么任何收益 现在还是没有取得 任何的一个 人头和助攻 不过说实话 就是没有亏的 想象中那么多 因为他们在下路的抱团 以及中路的转线 KT也是利用 他们的一个决策 赚回来一点 对没有亏的那么死 那现在反而 塔方面的话 是领先了一座 其实我们一直忽略了 Sprite的一个发育 就是 就每一波他人头 都很到位 他就不知不觉的 就拿了这么多人头的 一定 兰德里的面 折磨都已经出来了 他这个时间点 AP伤害是真的高 而且 对面中单家里要 因为对线剑机的关系 刚刚才出到腹肌斗篷 是的 其实我一直好奇 兰德里是谁 兰德里的 经常玩AP 应该出这个装备之后 总会想一想 这时候我就要推荐个东西了 大家去看一下 英雄联盟的故事背景 没错 英雄联盟宇宙 那是的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全新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已经上线蛮久了 就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就说谁是正义方的 谁是邪恶方的 来自哪一个阵营 看一下这一波 没蓝了 马云这边没有视野的 马云这边蓝不太够啊 对 但是还是想 但是蜘蛛都没看见的 大招加克有打 但W不够了 是的 所以还是算了 是的 smip这边还是很紧的 smip 差了给人发现了 这马云 这马云糟了 马云这一波是要 要交闪吗 看下不出来了 但是九通也随时赶到 交了一个闪现的马云 是成功的走掉 但这一波很亏啊 还好吧 这波花上单和上单换了一个闪现 还好 主要她是优势嘛 你想想是 优势的时候 没有获得东西 反而自己交闪 诶 侧面 龙 会比较争夺一下 其实KT说实话 她的写作真的不慢 一直在跟着F2跟她走 今天真的没有火龙 夏天没有火龙 很奇怪 夏季赛 你感兴 风风水水 不应该是这种风风活活 我们还是斯高温拿下 阿比卡现在的话 中路和上路还是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的 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又往后拖 其实剑技和卡拉丁的一个发挥就更得心运手 大招加速 卡下打吗 卡马在后面 但是发现砍两下没可能动 对 斯外普这边有了 有个自语灵之权和热族 这波马尔玲没有闪现了 他想往后撤一下 加利奥也来了 逼了一个Tusin的闪现 Tusin这个闪现 还可以啊 就他过来只能闪了 不是 他这个闪现是晃了 晃了Score一下 对 战夫的这边也是赶紧交闪现 不练阵 不练阵 闪现掐的真的很紧 但每一波都是 很快的交掉了 是的 在这个赛点的话 这场感觉双方的一个 绷紧了形 竞技的一个水准 也是到了一个最顶峰了 就是这个闪现什么的 都完全毫不犹豫地用出来 是 其实前两排他往 还是经常看到什么 死之前还不交闪的 刚才塔下那一波 虽然KT输了 但不得不说戴夫的这个反应 有点可怕 只能说可怕 其实他手里有个水盈 他是过于求我 是 如果不是一双鞋 我甚至觉得就两边的ADC 出装都是镜像的了 很有意思 也都出 这边戴夫的也出到水盈了 说得很早 确实在同样 就是双方同样的一个能力上来讲 这个时候 就装备所带来的一个容错率 就很重要了 感觉现在AD很多时候 都不用出那种轻语了 上单都是什么输出型的 打野输出型的 对对对 轻语感觉 轻语感觉离他而去 没错 所以又要提这个正义具象了 好可怕 让我脱离版本的出装 怎么玩 下路发现了一个卡莎丁 卡莎丁现在的发育 说实话是很好很好了 下路塔的血神其实不多的 可以强拆掉的 这个眼很关键 他发现了卡莎丁 Smip已经是配合队友准备好了 这时候一个虚弱减 Soul再配上一技能 抓到了这边的Koro Koro还有没有大招 大招是隔墙加闪现走掉 那边下路的一个剑机 想去单杀一个Smip 有机会吗 回血阵一定打得出来 二终于还在回血 但是这时候的Mata来了 Mata是配合队友 成功抓到了Marie 大龙速怎么样 打了一半了 没错 大龙这时候Africa也在动手 Skoro这边往这赶 感觉有机会赶得过来 这时候打得稍微有点慢 对有点慢有点慢 这时候蜘蛛撞的也不好了 九头马上来一千血 一个跳加闪现 抢到了 抢到了 抢到了大龙 翠恨一个正义降临 也是能够继续追进Africa 能不能留人 看一下这一波是 站在眼上的一个回程 Koro已经是有点要糟 杰拉从侧面已经要追 这时候的一个Spirit想过来 抓一个Smip 也没有抓到 但这波大龙KT血转 杀了两个人 还拿了一个大龙 而且上路一台也只能让掉 这一波的话 KT把前期所有的烈士给追了回来 犹豫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犹豫的那两秒 让Scott抓到了那100血的机会 应该是100血左右 垂直掉的 其实也是连锁反应 关键是卡萨丁上线的 那个路上 那个眼 暴露了卡萨丁的一个位置 没错 所以KT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是 哇 这个眼 其实视野是给他们上了一课 感觉KT他 当时的话第一时间去男爵截 不要练战 看这波 蜘蛛这个 先是一剑 应该是阻止了一下 这个还挺好的 很细节 但是图奈打龙速度实在太慢了 三个人打龙 而且没有土龙的加持 哎呦 这个血线掉的 几时几时的掉 特别的慢 而且打龙之后 打完三个人都残了 完全不能接款 对 156 稳稳拿到 漂亮 哇 哎 哭哭这边站眼里 万万没想象这里有个假眼 是的 这简眼谁插的太坏了 正好一个姐拉过来 马上是拿到人头 那经过这样的一波三折 现在 又来一波 马瑞想立一碗狂澜 但是一个正义降临 下了下来 并且配合这边的一个控制 再留马瑞 马瑞一个更能加速 但是 闪现一发平A 加上被动的伤害 直接带走了电击 这时候的一个九通也来了 不过没有机会 但是 马瑞没了 那没有人能够牵制到KT的一个分带了 是说的一个smap 外加上打龙muff 这样的话 KT通过这个大龙 可以拿好几座塔 至少三座塔了 高地应该有机会 加上这座已经三座了 29秒 应该是可以抱团推一个高地的 下路和中路开始分推 中路推 下路两个也在带 这边的话 高地应该是可以上的 中路这边已经失守了 阿菲卡这边是选择死守一路 没错 能守一路 是一路 但是下路冰线一直不能轻 你发现 阿菲卡支柱高地塔下的弱点 就体现出来了 他的轻线其实没有那么好 一个是剑机一个是卡 卡萨迪 两个人都没有轻线的 就只有一个技能轻线 再转到下路 这边其实嘲讽到了一个蜘蛛 只有一个雕钢斯下来 是走掉 但是没有了 坚机复活之物 让后一个超远距离GP 这一波KT的话 正面的话先开起来 卡萨迪这边先被开了 还没这边被秒 那这样的话 马瑞绕后的一个GP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没错 他一个人打五个是不可能的 最终这边KT先破了两条路 想直接尝试一波 没有艾西 更没人能清线了 这时候KT应该是可以去尝试 但是一波的话 感觉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机会 对稳一点就走 这边先反一下吧 KT四个人都已经半血了 一定要守住马瑞的一个进场 好 先杀了Koro Koro这边能不能杀掉 没有杀掉 一个正义巨匠的下来 保护一下队友 保护住完之后 再反手一个控制 秒掉了卡萨迪 哇 这边的 那这样的复活时间 也就真的可以直接退过了 看一下马瑞一直没敢上这位置 艾西这边还要死守 我觉得可以死守一下 艾西进场很重要 但是被撞完之后 又嘲讽 击吹在天上 下不来一套 直接被秒 没有了没啊 只剩下艾西 艾西的一个艾西 怎么办那么守住 但兵线轻的没有那么快 又是一个撞 加嘲讽 嘲讽又秒掉了韩冰 韩冰两次被秒之后 KT这边要拿下这个BO3 完美 KT在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抢龙之后 是终于战胜艾西 是的 这个BO3意义很大 对于KT来说的话 我感觉就是后两场的这个BP教练 就KT的教练是完全打开了思路 是 在第一场的时候就BP做得非常的差 然后后面的话两场从BP上来看 就全新的一个面貌 就终于醍醐灌顶 对 就是打开了任督二脉 是至少在BP上没有让选手的时候 能够 没有限制到选手的范围 但其实不得不说这一场的话 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在于卡萨丁去上线 想跟剑机抓的那一波 然后让自己虽然找到一个大龙机会 但是打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比想象中还慢很多 对 那一波其实细揪一下 也不是把锅给谁 就那一波细揪一下 卡萨丁不要去 不要管剑机了 把剑机卖掉 他当时是卡萨丁被打残了 然后狼狈逃窜 他想去 跑到了男爵 如果他第一时间转男爵的话 可能男爵 阿菲卡拿到了 是 那一波确实沟通太混沫了 那总的来说 我们还是要恭喜KT最终2比1战胜了阿菲卡 那延续之前春季赛他们的一个碰撞和对决的话 阿菲卡依旧没有能在KT身上拿下一步 那这样KT终于也是拿到了他们下季赛的一个首胜 这个大楼 这就是第三把钱 其实双方的运营实在太快并且太好了 但是就是确实在关键性上 双方的一个转线 还有倾线的一些细节来上面的话 都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谁都不输谁 没错 就是还是一个意外的一个野区自然 是还有一个眼 就这两个东西是让阿菲卡失去了这场比赛 是也太关键了 其实在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视野的争夺也是完全向导着整个比赛的动向 而且这一场虽然阿菲卡输了 但是阿菲卡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在BP之外 一些小细节的处理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包括剑机和卡萨丁的一个患路 其实如果没有那个抢龙 我觉得阿菲卡会给我们上映更多的转线技巧 但KT的话也会给我们转移更多他们的视野的控制 比较可笑 我觉得是龙 就是说比赛结束太早了 让我们看得还不够过瘾 真的有点印象到大龙回声的这个宗旨了 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出突面板情况 凯南 2万2万 这边应该是和剑机对拼的时候摩擦了很多 就有伤害 跟剑机打一轮 跟卡萨丁打一轮 换着打 是的 拳动拳击手这一场其实是挺住压力 反手看阿菲卡这边伤害最高的是蜘蛛 蜘蛛这盘的发育也是特别的好 前面五个人头 所以造就了他装备出的是非常的输出的 看一下最后的这个 MVP MVP给到 是 抢龙确实非常关键 这个抢龙直接影响到最后的胜局 当然MVP毋庸置疑了 他不光是抢龙 他几波找机会呢 也把人给炸了回来 先看这波 这波的话 剩一血吧 没吸错的话 这波是载剑机 应该是从上路转到中路的话 包括下路这边的话 也是先手抵掉了Karma 然后配合MATA这边 直接控死了韩明 其实几波 九桶的一个进场 都做到了他手术的 就即使他没抢到那个男爵 我觉得MVP也是他的 对 这个英雄能打出来的效果 Skull这场全都打出来了 是的 刚才在不停的对打过程中 也发现前期 其实Evrita是比较虚的 就在于他的卡萨丁 还没有到达他能够 打团的时间 你看这边又是Evran Skull他这边几次机会 找的都很狠 虽然这波Evran也是带了波节奏 没有想到 紫薇的在旁边 胡适淡淡的 胡适淡淡的等着他 没错 这一波抢到这边 最后的过来 而且是半血以下赶过来的 就真的难受 980点的时候蜘蛛交的惩戒 这其实是心里的博弈吧 可能会感觉就差那么几十点血 就是一个惩戒肯定不会过千 甚至我觉得他心里有想过 他会来交惩戒 那他教的时候 我再教这样一个概念 我感觉对于KT来说 胖可以利用 就家里奥这个点的话 找找自己的状态了 我觉得最近的期间 KT的胖 他可以多用一下家里奥 家里奥这个英雄 我感觉很适合胖 就是硬直人的 因为其实之前他拿小军 而且主要这个英雄不容易死 而且他找机会能力也很强 是的 或者大家都应该要练起来 这个英雄太可怕了 对关键其实最近比赛当中 真的是频频看到 家里奥的上场 首先他还可以进行一个 摇摆位置的一个迷惑作用 这就很关键了 那这一场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阿菲卡最后是输给了KT 但是其实也算是一个西败吧 要不是那个大龙被抢到的那一波 其实还可以拖很久 而且之前的话 经济一直是在阿菲卡这边 有一个优势的 他们这个给我们上了一课 就是在面对家里奥的时候 你转现的一个技巧 其实是有收获的 对 输分不输人 我觉得阿菲卡他们 不管是打阿菲的后面让一追 还是这一盘的一个BO3 被追回来 但他们这两个BO3的一个表现 相对于春季赛来说的话 还是就是成长非常的迅速 我觉得相对于春季赛 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他的打野状态没有那么的起伏不定了 至少在这个包三里 这个BO3的话 Spirit他的一个也算是证明自己 对的确是 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的carry位置 就不是仅仅依赖 Marin一个人了 Marin的压力没有这么大 其实可以看到 AD路的话 也是渐渐地发挥出 他们的一个实力